這真的很大顆耶 再煮個兩碗粥好了 等下福州碗 當阿湯圓芹菜油蔥酥 加排骨湯 好 胡椒粉料 蒸香 看起來很不錯啊 所以你說我加一堆 喔 好吃啊 那個可以齁 它真的都是瘦肉耶 對啊 它真的都是瘦肉 對啊 都是瘦的啊 一點都不油耶 你叫它不要用什麼啊 不要用太多的油 不要用肥油 才不會那麼油 絞肉耶 我要看 好厲害喔 沒看過啊 我以為絞肉是比較多的 沒有 絞肉可以分什麼比較粗的 它比較細的 包康圓的肉要比較細 跟老闆娘講 他都知道說這樣有什麼意思 你老媽要買什麼雞子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三層肉 二層肉 我們包那個俠仙肉 這個剛剛是什麼 三層肉跟五花肉一樣 哦 五花肉 哦 中了 啊 為什麼要帶那個皮 那皮一滷下去 爸爸很喜歡吃那個皮喔 哦 這個油膠有點大 肉灘區 然後這一區是 應該是海鮮吧 因為它變藍色了 然後一樓就是賣菜的地方 欸 我沒試過給你當二千 它菜好漂亮喔 很漂亮喔 對啊 很漂亮耶 它是五香粉耶 等一下我再那個 你可以再 你要吃看看嗎 不是吧 會 可以吃生肉 它就佔一點餵到啊 那你要用手捏對不對 那我捏 你要捏喔 對啊 我捏看看 那你要去洗手吧 如果讓你聞味道還沒過 你還沒出來嗎 我再聞一下 我再聞一下 有什麼味道了嗎 還是要再加 我不知道 你怎麼都沒有記得上次加多少 沒有 就一邊加一邊試味道啊 不然咧 你覺得這樣越加 然後那一坨肉就越多了 切那個蔥會嗆嗎 這個還好 洋蔥又更嗆 我們沒什麼在弄洋蔥 有 我都會用啦 你用洋蔥嗎 洋蔥你又不吃 你切得很好耶 切得比我還細耶 我都沒有切那麼細耶 那你要加那個什麼龜切 龜切 那是等一下 等一下會弄好 可以剩一塊一塊有沒有 就繼續揉它就好了 要弄到那個 可以弄一個龜切下去煮 煮 煮 對 要上煮龜切 這不行 沒辦法做一些龜切切 你本來真的聽不太懂 龜切是什麼東西 蛤 這個就是龜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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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要下去先去煮 煮完之後它才會熟嗎 對 再上樓 那個才會Q 中文怎麼講 龜切啊 我們都是弄像龜切這樣碎碎的啊 而且我們在做你都沒有在看嗎 沒有啊 那為什麼不要整個都拿去煮 這個就太黏了 對不對 要多大顆 欸 啊 就是要弄層次 放個小小的這樣子四份 它是說這樣子 它是取決於說你到時候多Q對不對 對啊 等一下水開的時候把它丟進去 啊浮上來就可以了 啊 我去煮 我去煮 煮熟以後跟這個拌在一起 你的湯圓才會Q 糯米粉加水混在一起 就可以捏出一個像這樣的東西 兩個手掌 兩個手掌大概半包 然後我們一包所以要四個 哇 它的龜切還要趁它硬掉之前把它揉一揉 對啊 好吧 你先揉看看 對不對 哦 有湯圓的感覺 對啊 它越揉就會越軟啊 會Q啊 這跟剛剛 火那個水的時候摸起來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我記得包這個不能像包水餃一樣 你要挖一個洞 然後把肉放在那個洞裡面 然後再把它黏起來 就是這樣子 挖一個洞 放線 然後想辦法把那個洞封起來 它這個很難包喔 因為它都會那個 肉都會在擠的時候都會跑出來 破了喔 破了啊 我要拿別的皮把它補起來 這樣讓我包起來 因為你包起來 我包起來 我包起來 沒問題嗎 哦 好啊 我包起來 我包起來 沒有人 不知道 我包起來 你不能夠 你 要把肉 就好了